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大家好 今天是3月11日 又是3月的那3分之1 今天跟大家細心點看看這個表 這個表我們怎樣看它呢 除了見它是紅色、綠色、紅色 就是那個板上面 股票基本升 綠色基本跌 我們看看怎樣看 我們現在看這裏 就像其他金融這裏 它升有71隻 真的不升不跌就有70隻 有35隻是跌的 整體這個版面是升還是跌的 不過整體來說它真的有升的 由於這麼多 它真的升了這麼多 好了 我又看看另外一個情況 就是銀行這裏 銀行這裏 有27隻 不升不跌就有8隻 跌的就有5隻 很明顯 銀行股今天 基本上是升的 所以它雖然在這個位置 其實它可能是應該可以移得較前 這裏最多的就是黃金 它有貴金屬 有10隻是上升 是2隻 中性 2隻跌 那對比上來就是10比4 這裏就是9比6 這裏就是111 對 是的 50左右 那就是一半半 那這隻呢 電子就是什麼 其實呢 升的20隻 不升不跌的20隻 跌的4隻 其實 整體來說 它應該表現不是這麼好的 所以這個大家看這個表示 要有細心去留意 恒生指數奇幅 這個 這兩天之後好些了 開始見回一支 不是陰燭給我們 這個是周線圖來的 是見回一支 是陽燭給我們 那陽燭呢 希望我們就可以上去了 在這個 是日線圖上面 日前都講了 去到這裏 你看看它會不會要上升 如果它不上升的話 就是有一個問題 真的要再跌下去 現在 要考驗什麼 就是考驗這個位 這個是保利加通道的 是中續線 是296 就是296這個位 升得上296 好世界 可以再接著 挑戰3萬1 在這裏 升不上 或者升少少 穿了再跌下來 那可能就需要真正 再試探 是282這個位 所以我一直都是講 282這個位 上面呢 一定是296 這個重要的 你升穿了才好 再講其他 有朋友問 中國稀土 那中國稀土呢 是一隻 很久的股票 曾一出的時候 有人衝敬 跟著之後 沒有人再 這個怎麼理他 炒過 那為什麼沒有人 理他炒過呢 原因很簡單 因為當時呢 稀土這個問題 在中美之間 不構成一個的 是 所謂的 重要的 戰略物資的問題 那到後來 美國佬制裁中國 那中國佬當然 但是呢 你有得不賣給我 我也有些東西 可以不賣給你的 那就是稀土這件事 那稀土這件事呢 在這一點 裡面呢 最近這幾個星期 就升得很多 那 稀土這個星勢呢 在周遜圖星勢 是十分之強橫的 我用來強橫這個字 因為真的很霸道的 你看到連續 是升了幾個星期 是多於四個星期的 一般來說呢 很多的股票 在這個保利加通道上続 四個星期左右 三個星期左右 就要回來了 它也是 三個星期左右 回來了 不過它不是下來了 在這裡又再升過去 不過開始呢 那個幅度呢 開始慢慢呢 就會收窄了 在這裡呢 我們看得到它 它可能應該稀土 未升完的 應該未升完 因為這個戰略物資的問題 是沒有得好講的 稀缺就是稀缺的 所以在這點裡面來說 覺得是可以去考慮 去吸納一下 那當然啦 上面看的時候 看的目標呢 就是 現在就是一個一號四 那我希望呢 升破了某些位置 才可以再去問 它這個問它的 一個一號八才可以再去買 那現在就要升破了才去買 就不是趁低吸納的 華晨中國 又是有朋友問 華晨中國 如果我們看它周線圖的話 真是很可憐 那一路呢 是橫行的 它基本上呢 華晨中國 在這個低位裡徘徊 在這個水平裡徘徊 是已經有三年這麼久的 那你想想 很多人都做了 這個汽車股都好 為什麼這麼差呢 那原因就是有很多的官司 有很多的整整 那樣的調整 那就是現在三年左右 估計呢 應該可能都好跌跌吧 那就可以開始有這樣的突破 那我覺得可以在研究一下 考慮一下 那希望上面呢 衝破了這個位 7.4 就是這個 7.4 7.5 上面上少少 7.6 那整個村子抽個6 站回上面呢 能夠平得到7.9的話 假如 假如能浩 那它上面就可以看到9.8的 這個呢 就要看看 它會不會在這裏 升 再跟著再升 再跟著 升穿7.9這裏 那在上面呢 就是形成一個圓底 那就可以升 再看9.8了 當然呢 這個很樂觀的憧憬 那就是目前來講呢 沒有所謂啦 你現在的7.2號7 假設你現在做了這裏之後 就看它上面呢 去這個7.6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先 7.6吃不吃烏 就是各下再定啦 然後再看 如果升穿就7.6的呢 那可不可以再上天了 PE很低的 息率相對高的 有一個朋友問中金公司 這間證券公司 那證券公司 那證券公司 這一點來講呢 它基本上 已經在這裏 調整差不多有成兩個月禁制的了 那兩個月禁制呢 現在來到這裏 差不多到底部 有望在這個位置 是有到一些支持 希望 然後再跟著 翻翻上去 那如果不是的話 就不要樣了 再跌穿 那就真的很不好樣了 日線圖上面 是有少少條件 給大家看看 因為它呢 稍微這樣 回離開了 保特加通道的 是下軸的地方 那當然這裏呢 是連了兩天 跟著跌下來 那我們現在看看這裏 因為這裏呢 是相對高一點的位置 比較低的位置 他希望可不可以 一旦上來 示範這些的 是保特加通道中軸 或者其他等等的東西 那這個呢 就是希望呢 現在它是16.9的 那希望它先突破了 突破了才好買 那這個呢 突破了 就是代表它可以有 聲勢的確認 那 那 現在它剛剛只是 初步脫離了危險期 你還要下床 會走會走才好 是不是 那這個呢 這兩個月是日線圖的 也都有朋友問 頂峰集團 那這些很冷門的股票 你問到我儘管回答 不過呢 大家應該要看著 一聲這樣升上來的話 我對這些呢 通常都是很有戒心的 那現在升上來之後呢 去到日線圖 你看得到的 已經下來保特的通道 上軸 那陰軸 那我覺得它可能會有條件 是再下一點點 那時候呢 我就覺得它可能會下回到1元左右 現在現在1個1.7元 下回1元左右 就是再不見了10%左右 所以有課朋友 你要考慮自己看看 這個是兩個月日線圖 有朋友問 這個永泰生物 又是比較冷門的東西 那看看 股價上面來說呢 是幾番波折都上向上的 不過很明顯 今個星期呢 是有這種回調的現象 那回調的現象 在日線圖上面 就見得很明顯了 那起這個呢 需要它怎樣呢 升穿這裏 上這裏再上回去 如果不是的話 它應該會下回去 大概15.4左右 這個位置的 15.4的時鐘就怎樣呢 就是說 現在這裡大概15元左右 這裡中足呢 大約是14.4 那如果來到這些位置呢 我覺得應該要考慮 是要止善 或者是止賺 今天的推介呢 是中環煤氣 那中環煤氣 自己本身來講 曾經一度呢 很多基金 或者是散戶 不過最近這一兩年來講 或者是散戶外股 不過最近這一兩年來講 就沒有那麼愛了 因為呢 突然之間說 很多基金 沒有再分紅股 那所以 中環煤氣就在這裏呢 浸浸了下來之後呢 就大致上 就在這個低位 這裡由這裡至這裡呢 是大約兩年左右的 那麼在這個低位 就徘徊了 是由10元05元至這個位置 徘徊了 那麼在這點呢 就是 它現在開始突破了 保利加通道的上軸在周線圖上面 希望可以繼續好一點點 升穿向上軸那裡進發 上軸那裡是12.2左右 日線圖上面 低位10.8度已經出來了 就升上去 上面保利加通道的上軸 這個位置是12元左右 因此估計就是那個目標位可以12元 突破了12元之後呢 突破了12元之後呢 可能就會有條件繼續再上 那我看到多少 最高呢 我可能看到是14元的 那當然啦 你去到14元的話 才過了12元那一關 暫時看到就是一頂高於一頂 而一底是高於一底 那希望這裡可以做出一個底 然後再跟著上去了 那日線圖上面兩個月呢 是基本這樣 已經立回來 上回去 立回來 希望將會繼續走上去 那利息率來說呢 暫時來說就已經沒有那麼吸引了 那所以為什麼是它被受一個拋售的原因之一 因為利息率已經是沒有那麼吸引了 你不是高息股嘛 那很多人看這個就是要發紅股而已 那就是它又不發著了 那變成就引起了了 那有些人就對它不予以支持 那這個是過了10天推介過的銀行的股票 這裡就是這個總共推介了有52隻 大約有10隻蝦了有42隻上河 那總共呢 加加減之後呢 大致上呢 由去年的12月7日到現在呢 大約賺了是250%左右 好 這裡是過了10天回覆讀者的問股票的建議 那這10天入面呢 如果有朋友 你有股票想問的 又答不到你的話 你在這裡對比一下 看看會不會找到是由你所需要的股票 如果時間越遠的話呢 當然那個價位的預測性就會偏差 可能會大一點點的了 好 今天就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 感謝大家